上署持续发布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随着它的靠近 目前我们陆上警报区域增加了新竹 提醒大家 今天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降雨越晚越明显 另外花东地区恒春半岛绿岛兰域 西部沿海空旷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 今天的强震风也会越来越明显 小犬台风目前还是个中度台风 七级风暴风半岛绿岛是250公里 它过去移动速度比较慢 早上8点来到了俄罗安比东方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预估它的暴风圈即将接触到我们的花东地区 即将接触到 而我们目前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 台湾东北部海面 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路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 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 在晚一点的时候 澎湖也可能会进入到路上警报区域之内 至于未来的预测 虽然过去小犬台风 它的移动的路径稍微有不规则 但是我们预估未来仍然是以偏西的方向移动 而在星期四的时候 已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 今天直到星期五 依旧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然后今天明天两天 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的明显 还是要提醒大家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提醒会有长浪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 台东浮标 蓝宇浮标 龙东浮标 以及彭交雨浮标 都已经观测到3到4米的长浪现象 而今天在马祖沿海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包括立岛蓝宇 以及恒川半岛 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 明天随着台风向西移动 除了东半部的沿海和恒川半岛以外 连中南部的沿海和澎湖静门沿海 也会有长浪的现象 海面上风力已经明显增大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 以及恒川半岛已经有5米以上的浪高 其他海面也有3到4米左右的浪高 提醒大家随着台风接近 各海面的风浪只会越来越强 尤其离台风中心比较近的绿道蓝域 台东和恒川 还会有7米以上的浪高 至于风力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小选台风它的环流其实并不小 再加上目前的受台风外温环流和地形的影响 除了在台风比较接近花东地区这些以外 受到地形影响的西部沿海地区 和海峡上面的澎湖金门马祖 也会有明显的强阵风 目前为止所观测到强风现象 蓝雨11级 澎湖9级 桃园的新屋 花莲台东的成功有8级强阵风 其他股片也有7级强阵风 我们预估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今天上午的时候 绿岛蓝雨和澎湖依旧维持这样的强阵风 可是从西部沿海的桃园到云林 以及离台风未来方向比较接近的台东和恒春 强阵风会增强到8到9级 所以台风再靠近 今天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离台风首当其冲的 绿岛蓝雨的风力更明显增强 平均风力增强到13到14级 最大阵风增强到16到17级 另外就是台东以及恒春 他们的风力 阵风也会增强到10到11级 再来西部沿海台南以南的区域 还有花莲 它的强阵风也会增强到8到9级 好了 再接近我们的时候 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这段时间 绿岛蓝雨的风持续 其他各地的风持续 可是可以看到台东以及恒春 它的平均风会增强到9到10级 最大阵风会增强到12到13级 而明天台风各位靠近 尤其台风中心的位置的地方 特别的留意风力还会再为增强 至于在天气方面 由于台风它的移动速度 在过去稍微减慢一些 所以从雷达回波上 首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小犬台风 而它的外围的云气 甚至它本身的云气 环流已经渐渐带来降雨活泼 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 北部东北部渐渐断断续续下着雨 大概是十几毫米的雨量在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降雨回波持续近来 随间北部东北部的降雨会持续 再来我们也再来看看花东地区 逐渐的有云气已经移近 所以花东地区渐渐开始有下雨的现象 到下午和晚上降雨会越来明显 再来就是等台风逐渐靠近以后 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比较晚了 预估今天晚上或棉青城 渐渐开始有下雨的现象 至于外岛的澎湖 马祖 甚至中部山区 在今天白天短短续续开始下雨 那就以所看的降雨预报 就是今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 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 明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 我们可以看到雨型的变化 气象局目前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金融北海岸地区 宜兰地区 还有新北地区以及台北山区 桃园山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在新北的山区以及宜兰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而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说花东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今天晚上开始 花东地区包括绿岛 蓝域 横川半岛 以及屏东的山区也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之后我们看到的降雨形态 也就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我们所发布豪雨特报区域会越来越多 所下的雨有些地方像东半部及恒川半岛 就可能到达大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 这分别是在台风影响这两天情况之下 所出现的天气预报 要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留意 尤其是台风中心可能会接近的区域 要更防强风豪雨 而在前一个台风 因为已经对花东山区 南部山区带来明显降雨以及伤害 未来这雨还持续下的情况之下 要提醒大家也最好不要前往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可能会落实摊坊土石流的危险 再来我们提醒大家 沿海的强阵风长浪 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请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或海边的作业或活动 让各地的风和雨都会很明显 请大家多多留意 这段时间适逢在大潮 提醒在花林引南滴洼地区的朋友 以及西南部沿海滴洼地区的朋友 小心有海水倒灌或积淹水的危险 以上是今天这一节的台风动态说明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